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眼馆里有些V3 V4还有呢 I know it's kind of scary now 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已经很高 脚点几乎没有 裂缝也变得很小 不再好抓 稍微剧透一下 这位来自纽约的江同学后面爬掉了一个V10 但面对这个V0减也是纠结了很久 所以我直接认怂 但又很想爬上这块超大的石头 于是就去爬到后面另一条更简单的线 这条线也是裂缝 但是爬起来非常有安全感 爬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是 往下爬才是这条线最难的部分 这大概是我爬眼以来最丢人的一次 叉叉在石头上哭出来 Dave过来伸出一只手顶住我的左脚 我才狼狈地慢慢从石头上蹭下来 接下来我们去了旁边的Yabble Roof 乔女神用她精湛的勾脚挂脚 收获了一条V6 接下来我们下车的Yabble Roof 我们下车的Yabble Roof 下一条我们去了应该是整个Jasha Tree最受欢迎的暴石线路 下一条我们去了应该是整个Jasha Tree最受欢迎的暴石线路 耐力的横爬线Gun Smoke 这条线路横跨了两个成直角的岩壁 全长75英尺 基本上要反复练习 非常有效率地做每一步 才能节省体力完成全程 对比这里做的这个动作是全程对我来说最难的一步 因为臂长比他短 所以我并不能像他一样右手直接去抓很好的点 扑了这个点之后呢就没有很难 但因为我太久不刷眼管实在太弱了 这里呢拼了好几个片段给大家看看后半程 So good Yeah Really good Come 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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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have that Can you do the left cross Right yeah there you go Nice Just about ready to rest You've done like 60 feet already This is more difficult Wow not even resting You can stretch your feet You can stretch your feet You can stretch it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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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这个水管呢 就标志着这条超长线路的结束 我觉得这个线路还蛮好玩的 也没有特别难 所以希望下次回来可以一进到底 下面呢我们要去Gunsmoke附近 另一个经典线路叫做The Troop 是一条VR 在这里呢发生了一件非常惊险的事情 这条线呢又是一个high ball 话说抓上去的high ball真的是非常多 然后呢同样也是一条裂缝 这条线的第一个难点呢是在这一步裂缝突然没了 所以要站起来右手去抓很高的地方 第二个难点呢就是这里top out的时候 据江涛说上面非常滑 但是从他的动作来看 我们当时以为他已经完全稳了 差不多就要翻过去了 幸亏有Dave很大位的spot 不然他真的会摔到电子外面 这次给大家后面对high ball又增加了一层心理阴影 就在我苦恼一条V0都上不去的时候 终于等到了属于我的那一条 这条线路非常短 基本上就是一跳再加上一个top out 对于Dave来说 他直接就可以把自己撑起来翻过去 对于我来说呢就要复杂一点 我需要先把左脚挂一个很高的高脚 然后通过左脚把自己一点一点蹭上去 因为我的上肢力量还不足 之所以要这么狼狈地拱上去 是因为上面非常非常滑 一点feature都没有 所以根本没有手点把自己拉上去 There you go Nice Nice 大家那么激烈地 因为我加油不是因为我爬得好 是因为发生了一件很搞笑的事情 就是我在之前一次爬的时候 差一点就过去了 但是就卡在了一个位置 怎么也翻不过去 然后这时候呢 Dave又出现 给我提供了一个人造脚点 才把我催了上去 下一站呢是另外一条经典线路叫Caveman 它在一个洞穴里是一个大洋角 是因为它在一个洞穴里的重置 在一个洞穴里的重置 在一个洞穴里有点感受 在一个洞穴里连在一个洞穴里的重置 在一个洞穴里的重置 去洞穴里的重置 我们可以订阅一下 这是第一次的洞穴里的重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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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平级是V7的线路非常的长 乔女神呢 这里是表演了眼花缭乱的勾角和挂角 来完成了这条线的前半部分 达 伸手 好 宜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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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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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多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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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吃 夠好吃 最好的鲜饭 接下来这条又是一个上榜路线 叫做False Huiko Traverse 这条线从左到右横爬 然后最后往上翻过去 整个路线中用到了很多挂脚的动作 这里的难点是右脚部分非常光滑 可以说什么都没有 所以虽然算叫一个Hill Hook 但实际上基本是要靠脚使劲的夹在那里 不断是哪里 封面要求推动 接着用水 这条线材的方法 也很开心 颂用水 放入柠檬 成立的 USDA 留在柠檬的中心 最后呢想给大家看两位大佬在同一个石头上爬的两条线 往右走是一条V5 往左走是一条V10 一条V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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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V5